震撼的事情 有一个具体的细节 我这位台湾的朋友 去江泽民家去看江泽民的时候 他进去以后 江泽民呢 就是说我们要喝两杯 扣你啊 这个老人家用英文 不用中文 用英文给台湾朋友讲 说这个世界要乱了 中国要出事 你们要准备点后路了 这个台湾朋友吓傻了 因为他声音很大 因为他耳朵听不太清楚 他说话声音很大 这这个时候 他的家人过来阻止他说 哎老爷子 你说话声音小点 外边人都听见了 你可见这个细节啊 就江泽民的家人都担心 江泽民身边人泄密出江泽民 见人说的话 江泽民见面说 世界要出大事 中国要出大事 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江泽民说 说话靠近点 就问他 你们外面怎么看待 现在这个 七十年大庆啊 香港之乱啊 然后这位朋友就告诉他说 写世界上的什么情况 江泽民说 不对不对不对 比你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然后这个 这个人就问江泽民 你怎么看待香港的问题呢 江泽民说 香港 要出大事 他们太疯狂了 有些人就为了拍马屁 给了他最坏的advisor建议 香港将出大事啊 失控了 哇 这个让我很震撼啊 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都在说 是江家 在演的这场戏 但是江家现在是 这竟然是中国最最恐惧的一个家族 啊